大家好,我是TaiPingMonkey 我今天要挖的課是一個翻譯的課 然後翻譯的網站是叫OpenSoulSky 我的名字叫TaiPingMonkey 剛剛聽到課題講說 那個字元大概超過多少以上就記不住 所以TaiPingMonkey這個絕對是沒辦法記得住 然後昨天早上的時候稍微想一下 改名叫TMonkey 馬上改名 因為其實是有一點關係 其實我很喜歡佛學的故事 所以也有關係 所以就變TMonkey 所以現在變TMonkey 等一下回去改一下 那我其實是網頁後端的工程師 那我自己常常在學習的過程中 常常在想說我是不是可以跳過範例 直接解決實際生活上需要維護的 就有可能直接參與開發 因為我自己以前在念數學系 寫的那些題目 我都覺得怎麼好像跟生活沒什麼關係 很痛苦 雖然有時候很有趣 那剛好今年就看到 今年一月的時候 Github就發表OpenSoulSky 就教大家 一個靜嘆人網站 然後就教大家 要怎麼樣開專案 然後怎麼維護 然後錢要怎麼辦 這樣子 所以我就解決了我自己的問題 我看了那個網站之後 發現原來有一個 原來你只要在 我就找到一個關鍵字 叫Good First Bug 就是它的意思是說 你只要你是新人 那很多網站都會提供一個關鍵字 很多專案都會提供一個關鍵字 叫Good First Bug 那它就給你一些Bug 然後那些Bug很厲害了 你就都不做了 因為它覺得太簡單了 那你就可以給行手的人來使用 這樣 所以我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用這個關鍵字去搜尋 我們就找到 Mozilla他們那個 維護他們的Bug 就是用Bugzilla這個 這個 這個 網站來去做 做維護 所以我現在螢幕後面那邊 900多個 就都是 對新手友善的Bug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開始打通關這樣子 我就覺得 對我來說沒有幫助 那當然我就會很好奇 那這個網站 還有其他很多的內容 讓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網站呢 就是這樣子 它有很多個 很多個題目的教學 那其中還有很多就是 為如何為開源做貢獻 那像剛剛也有提到 其實如果你的開源專案沒有任何的那個 授權的 授權協議的話 你其實就不能算是一個開源專案 這也是我也是在裡面才發現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 如果你是做開源專案 你自己的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把你自己的授權方案連貼出來 不然根本就都不算 那大家都可能會 像柯比剛剛講 要坐牌工作的狀況 那 好沒有看到 如果有猴子的話 這是我已經翻好了 那其他還有很多需要的發來翻 我翻了一個月 只翻了兩天 因為我有工作 然後 好像回去的時候睡著了 那 還有一件特別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透過開源工作獲得報酬 我今年就進去了GNV的Slack 然後就聽到有人說 那個 台北市的財政部需要有人幫忙 做一些功能的那個調整 然後 所以 所以裡面的功能就 原本希望可以有圖片的部分 然後我就幫忙把圖片就加上去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就兩千塊 然後我自己也領得很心虛 所以我剛剛就把它跑去投給那個 投到那個 所以 剛剛這個題目是 如何透過會開源工作或者報酬 剛剛就給你一個例子 有錢賺還不錯 那 所以 那 實際上我這次的翻譯怎麼做 其實我不是直接從英文開始翻 因為其實 那個中國有一個人就幫忙翻的 雖然翻的我自己覺得不是很好 但是 至少有可以參考的樣本 然後我又發現 又有人 在GNV的Slack上面 如果你要簡中翻翻中的話 有一個叫OpenCC的工具可以使用 所以我就用了 所以我在這邊也很謝謝 那個開放中文轉換的團隊 就按了一下一個 comment line 然後就翻好了這樣子 那 那實際上這個翻譯要怎麼做呢 因為我在上面有 我在我的那個 專頁上面有 所以就是有提供手把手的教學 所以就是有提供手把手的教學 那如果你可以替他搜尋我的那個名字 如果 直接來找我 因為我今天應該都會在這樣 那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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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